看来柳少夫人竟还是处子 你 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柳少夫人是处子 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只是已有夫君 却一辈子都是处子 那才是最大的悲哀 柳少夫人嫁给柳长青这么久 难道想要独守空房一辈子 可是 我 我不配 不配 为何不配 难道这柳长青 还有什么特别之处不成 啊 他将来是 他将来是 他将来注定 而我 而你如何 而我 夫人 柳公子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 楚姑娘 别来无恙 不过 你此番前来 倒是把捉惊吓到了 夫人 看来你身体不适 秦公子那边你就别去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那就劳烦柳公子带路 楚颖月 我奉劝你一句 有的事情知道太多 可是会没命的 可是柳长青 我是死过几次的人了 我唯一不怕的事情 就是死呢 但是 你就不一样了 你若是死了 你还有叶力恒这些年的谋划 岂不是白费了 你是不怕死 可是秦放呢 你能不管不顾叶力成前来太夫妇 那么楚颖月 这便等同于 你把自己的软肋摆在了我的面前 说起来可真有意思啊 叶力成对你执念颇深 没想到现在你心里 却放下了一个秦放 你说 到最后你究竟会 花落谁家呢 我没有兴趣花落谁家 我只是我楚颖月而已 没有人可以决定我的去留 我今日来这儿 并无兴趣和你聊天 你进去吧 秦放就在里面 你若再不来 她恐怕 活不了多久了 刘某就送楚姑娘到此了 楚颖月快速抬脚 走向主屋 接着抬手 推开了房门 看到房间里的一幕时 楚颖月只觉得 自己的心脏都狠狠一抽